自以巴冲突爆发以来 加沙地带到处硝烟弥漫 炮火声不绝鱼儿 让人时刻处于紧绷状态 有一户家庭从北部逃亡到南部拉法时 无意间发现那里有个充满绿色植物的苗圃 于是决定住了下来 对他们而言植物也代表着生命 悉心照顾他们 为他们浇水 看着枯萎的叶子慢慢地恢复生气 无形中也带给这一家人 生存下来的勇气和希望 心情低落 感到绝望时 看着眼前绿油油的植物 清净大自然 可以达到疗愈的作用 穆罕默奥北德原本居住在加沙北部 但因为以色列侵入加沙 展开大规模攻击 那里早已经成了废墟 为了至亲的安全 他决定举家逃离到南部拉法 而正当他感到不知所措迷茫的当儿 上天似乎冥冥中为他们安排了一个住所 让他们发现到这个植物苗圃 穆罕默奥北德坦燕自战争爆发以来 他们无时无刻都活在恐惧中 这种日子非常难熬 但庆幸让他们发现了这个植物苗圃 他说植物也有生命 但因为无人照料而慢慢枯萎 这仿佛是加沙人民的生活写照 人民因为缺乏资源而饱受饥荒 还有病痛的折磨 不过当他开始为植物浇水 看到快枯死的叶子 由黄变绿的时候 让他和家人对生命重新燃起了希望 所以现在哪怕只有很少的水源 他们都坚持浇水 以色列坦克星期天向加沙南部 汉纽尼斯市中心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 当地卫生部门表示 目前已经有大约18000名巴勒斯坦人 无辜丧命 穆罕默奥北德和家人最大的愿望 就是战火可以早日平息 还他们和下一代一个安宁的居住 但这个日子还没来到时 他们会学习绿叶精神 不到最后一刻都不放弃 并且要向阳而生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